安始之乱可能是一个比较巨大的意外 叶连打垮了突厥这样的大国 因为突厥在这个隋唐时代还是挺强大的 南北朝时代也挺拉风的 反正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就很难对付 但是唐朝是一个意外 实际上我们中国历史上 就是把边疆扩展到那么大的经验是很少的 如果从秦朝开始那个地盘 中国人是比较容易知道治理的 因为秦朝有三十六郡 三十六郡那个地盘是很容易做处理的 然后这个经验因为基本上都属于湖范庸县之内 中国有一个分界县 就是适合农耕民族的降雨县 就是叫做湖范庸县 总之像这种地盘 中国人管理起来 长城之内的地盘管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要扩张到像汉朝那样的地盘 基本上中国人治理是比较失败的 也很难成功 汉武帝把这个西域通病了 又坚持几十年 那个西域又失去了 我们对于整个西域的这种游牧民族原来的地盘 巩固的时间都不会超过 获得了整个西域 但是很快的也照样的失去了 到一百年之间 所以我们对于治理边疆的经验 特别是不属于汉人的 不属于农耕文化的游牧地盘的经验是远远不足的 这种经验都必须得靠不断的试错来解决 而且必须得靠积累更多的历史样本经验来解决 汉朝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唐朝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是后来明朝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明朝到了这个中期的时候呢 之前打下来的西域啊 北方这些地盘 蒙古地盘全部都没有 全部都丢光了 我们现在看那个明朝地盘好像特别大 但实际上呢 一到了这个明朝的中期呢 西域啊 这些地盘 蒙古啊 这些地盘全部都自动的退让了 在明朝的游牧民族地盘 汉人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 至少是汉人从我们自身的历史学来角度来讲 也同样会爆发暗死之乱 如何有效的管理 从我们自身发展的儒家系统的这套逻辑理论来讲 没有好的方式 我们儒家总是希望老百姓老老实实待在田里面耕种 但问题是西域那种鸟不拉死的地方 你让老百姓天天待在家里不合适啊 我们儒家提倡的是 父母债不掩游啊 但是游牧民族就是不断的迁徙啊 这不是儒家文化系统可以解决的问题 然后呢 能够处理这种这么庞大的这种帝国 目前只有元朝跟清朝做到了 能够让这个游牧民 让一个帝国兼记两种经济形态的国家是很少的 无论是这个游牧系统 经济系统跟汉人的农耕文化系统 经济系统完全的对接起来 只有蒙古人跟亲王朝啊 能够做到这种 中国的汉人做不到这种 宋朝就不用讲了啊 所以呢 安死之乱的爆发是很正常的 它不爆发导致反而正常的 明朝啊都证明了汉人的儒家系统而言 它所建立的所有的思想接纳了啊 那必然会导致安死之乱的 节度之言 还有这个历史管理方式啊 都不适合于管理北方游牧民族 就明朝之所以没有爆发安死之乱呢 是很自然的 它在爆发之前就把所有会产生纠纷的地盘都割让出去了 它所有会跟这个儒家的文化系统构建这种农根经济圈的这种地盘 全部都主动的退让 避免了安死之乱 所以明朝是一种退让式的成功